大家好,我是郭安迪 很高兴在节里要再次跟大家见面 一直以来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在节里冲心再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刚才大家看过棍子舞 有没有感觉蛮优美的蛮好的 其实这是这一集《魔法magic show》 介绍给大家的舞台的魔术 因为大家已经学很久的街头魔术了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比较进步了 玩到舞台上了 那这个棍子舞 它在舞台上面表演是非常之优美的 现在我就把这个道具是怎么做的 然后教大家来我们去看看 大家看到这个棍子不是普通的棍子 这个是整个是用金属做的 这个是职业用的 它会分开两支 比较可以盔带比较方便 好了,然后它中间的位置其实有一个洞 你可以用这个鱼线 鱼线是用最细最细的鱼线 然后再把它涂黑 为什么要涂黑呢 涂黑它比较不会反光 所以一定要涂黑 然后我们现在怕大家看不清楚 我们等一下会用比较粗一点的透明的鱼线 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管棍子舞 那通常呢,如果呢,你可以用一些比较 如果没有鱼线的,用一些比较硬的 黑色的绳子 黑色的绳子呢,如果单一条是不够力的 所以通常呢,我们是把它用两条 把它这样折起来的,用两条 好了,那现在我们换另外一个呢 这是鱼线来教大家 比较会看得清楚一点 大家有看到呢,我手上呢 就是这个比较粗一点的鱼线 如果你用鱼线的话,是用最细的 然后呢,就把它呢 用这个黑色的油墨,把它慢慢涂黑 涂黑之后呢 这里呢 自己有一个洞 或者自己做一只棍子 做一只棍子就可以呢 做一个洞 如果呢,想玩这个比较漂亮的 专业用的这个棍子舞呢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来购买,或者到我们的代理箱那边购买都可以 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洞呢,串过去 好了,那你看到这里呢 这个洞呢,我们呢 只要把它穿过这个洞 穿过去 好了,那就是这样 它穿的大概穿多久了 多长呢 大概就是 比这个棍子 比这个棍子呢 长 大概一寸多 长一寸就可以了 比它长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 拉长一点 然后呢,拿剪刀呢 把它剪,剪断 好了 那,现在这样 蛮长的 要打一个截 打一个截 打一个截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嘴里呢 这是可以 拉不开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拇指头 按住 或者用中指 都可以 很多人都用拇指 有些人用中指 我本人呢 这是用中指来表演的 好了,首先 你要把它 看看这个棒子 它是不是讲 随即直的 要讲 不能 不能讲 平又不行 换下来又不行 一定是讲 平的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有一点点 好了 首先呢 我们会讲 可以用这种 好 这个是一种的玩法 对不对 套章凝空 在空中 在空中一样 好了 第二个 玩法呢 就是手指 在这里 然后往后拉 这个 它就会伸上来 然后 这个 可以转一下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拉 往上拉 然后转一下 我们侧面 给大家看一次 好 往上拉 然后转一次 好 再来一次 往上拉 转一次 转一次 懂吗 另外一种 我们示范在地上 好 这里看到 其实有一条线 然后把它这样 从这里 可以拿上来 拿到这里来 这样移上来 拿上来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手法 然后再转一下 然后 第二个 第二个玩法呢 刚才已经教过了 可以讲 打开 换 然后拿住 好了 再来呢 就要开始学这个了 从这边 移过去 首先呢 从这边 从中指 拿住之后呢 从这边 过去 首先你可以讲学 讲换来换去 像学讲换 感觉它的 把种 离心力 好像钓鱼这样 要先把平衡力 学会 好了 学会之后呢 你才能把它换手 这样 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 当你呢 学到这个 可以的话呢 你就配合 两只手 这样去移 去摇 对不对 摇 摇 摇 转 转圈 这个是转圈的方法 这样摇 转圈 好了 转圈还有呢 你看哦 一转后面 可以过来 一转 后面 可以过来 这样转 转完之后呢 往后面 这样 那这样就不行了 不能碰到旁边 一定要 这样 转 对 然后两只手 就是这样 要平衡 把这个平衡力 感觉好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样 拍 拍拍 拍拍拍拍 只要你拿一只 扫把或者棍子 把中间的 这个 位置 平行力 弄好 弄成这样 你就可以在家里呢 玩这个棍子舞了 好了 这是这样 两边摇 摇之后 转 转 单手 这样转 懂吗 然后拉回来 这个 好了 那我们再来 这样 加上几个手势 再加上五步 这非常之好 看 这样再转 转回来 或者 这样摇 摇之后呢 转之后 可以这样 拍拍手 拍拍手 再转 好了 转之后 过来 拿住 这个呢 很简单的 基本的玩法 希望大家呢 能够从节目之中 能够学到这个棍子舞 如果不懂 没关系 上我的网站 有什么问题 跟我联络 谢谢大家 好了 今天我们 魔法matic show 把这个 怎么职业的 玩法 还有这个道具 教给大家 希望大家来 在生活之中 有更多的乐趣 好了 在这里 重新 再感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希望 下次再见 来